八年过去了 你过得还好吗 八年来 人民的生活过得不太好 但是民进党的派系 民进党的官员 却过得都比我们好 我们缺什么 他们就赚什么 口罩 疫苗 这些事情 大家都是历历在目 如果你有机会到市场去走一走 那些摊贩会告诉你 新潮流没算 台湾起一步 这就是人民的感受 民进党执政之后呢 仿佛就把台湾 变成了一个贪腐的社会 变成一个威权的时代 我们完全看不到 执政党对人民的用心 他们常常全党护议人 说了一个谎话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谎话来圆谈 我们都知道 从小就被教育成 我们要当一个诚信的人 我们绝对不能让一个说谎诚信 赖皮 而且曲减事实的人 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样的领导人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会把台湾带到什么样的方向 从世界上更多的很多的时事 可以看得出来 领导人可以决定 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战争 而这个领导人 却是我们人民 一票一票选出的 如果它给个人的利益 派系的利益 放在我们人民之上 你觉得我们的国家 会被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最大的一个任务 跟一个角色 就是要为我们的下一代 选出一个 可以让我们下一代 安居乐业的领导人 民族精神 最大的价值就是 民族需要制衡 政党需要联系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请你要票投 清廉正直的 侯友宜赵少康 台湾目前的命运 是站在一个时速度上 我们有责任 我们必须承担 帮我们下一代 选出一个最正确的领导 侯友宜赵少康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